本章将介绍报表设计 企业管理角度多元 尤其报表结果又是管理阶层重视的环节 均衡科技提供完整的报表设计工具 可以让使用者自行决定要显示报表的内容 让报表输出结果能依企业的需求调整 也是ERP应具备功能之一 我们以客户明细表来说明 报表是由多个区块组合而成 最上面的区块显示公司名称及报表名称的栏位 中间的报表明细区块显示这张报表的主要栏位内容 它是以连续记录来呈现 也是使用者最常移动的区块 最下面报表底部常见的是数字的加种或底线 接着我们实际来操作修改报表 选取设计模式功能 再点选要修改的客户明细表 选取报表页面项目 原来的公司名称预设是带入公司设定 我们在运算式栏位输入ERP开发有限公司 让它成为固定的显示自串 也可以调整宽度及XY轴 依照使用者希望的位置来呈现 按存档 让刚刚收改的内容存起来 接下来选择报表明细 这是主要资料呈现的内容区 左边的区块是可以选取的所有栏位区 右边是报表显示区 你可以透过左右箭头来将栏位移除或加入 在显示区内可以透过拖曳方式调整栏位排列顺序 是该栏位要在报表显示的宽度修改 最后记得按下存档钮 完成修改内容 最后看一下修改后的报表内容 可以发现已经依照刚刚修改的内容来输出 当使用者修改报表后 系统预设就会采用你修改后的报表格式 如果因为修改错误或希望回复为系统预设格式 你可以透过回复预设值按钮 就可以将报表更改回预设的格式